今天请来的这三位都是名副其实的大演员 看过一万多人 谢老师 张老师 祝你们芳华永驻 我是一个配音演员 蒋我们虽然单身 但是我们不能随便找个人就凑合结婚了 Tuber也可以打一下来 大概有几百个 用A4值打一下来的话 得有一百个攻击 努力分工 开门大吉 欢迎来到中央电视台大型意志音乐游戏节目 开门大吉 我是尼格买廷 欢迎各位 超能系列 今天是超能系列 天然椰子有生产的超能系列独家冠主播 今天想跟大家先聊一聊电影的这个话题 都爱看电影吗 觉得自己是影迷的举举手 让我看一看 不错 全场的影迷 觉得自己是超级影迷的举举手 这么敢说大话 什么叫超级影迷 我今天就要让大家见识一下 今天请来这三位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影迷 听听他们有怎样的这个故事 来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吉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好的 马上要上场的这位 我要说她是超级影迷 现场估计没人敢站起身来 听听她的故事好不好 来 掌声 欢迎她出场 嗨 姜大吉 您好 欢迎您来到菜单大吉 您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张磊晶 今年64岁了 您的传奇故事是 我是因为超级影迷 怎么叫超级影迷 今天开场 我问了 他们都说自己是超级影迷 快来震一震他们 我看过一万多部影片 我就问问大家 看一千部的举个手 我看一看 怎么都蔫了 真的看过一万多部电影 对 那您今天的梦想是 拿到钱再看一万部 我想到那个 智取微虎山的大兴安岭 走一走 想到你们新疆的帕米尔高原 冰山上的莱克就是在那拍的 我明白了 您去哪儿都是奔着电影的 电影去的 还有故事的发源地 是吧 好 那来吧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街 谢谢 金山人已经在等您了 请按响门铃 加油 好 加油 好 加油 必到阵 想都不用想 必到阵 福根诚作曲 八一电影这片场拍摄的 大家看过吗 有 凡是跟这首歌相关的电影 电影的资料 背后的信息 张大姐是如数家珍 确定了 对 一起期待 开门大姐 没问题力道战 欢迎老兵组合 好 现在喜欢我 我希望你看你 哪些孩子 生缺 生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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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把掌声送给老兵组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因为在部队 地道战我每个星期看一遍或者一个月看一遍 谁下来能看几百遍 还有哪部电影的主题 白毛女有一首 对 白毛女 这部电影是田华老师第一部影片 我主要是染头发了 我原来都被误认为是田华 我在电影学院看电影中午吃饭 一个大一的表演系的男孩子过来就说 奶奶奶奶 我们俩合个影 我说怎么了 你是田华老师 我说不是 不是 不是 我哪像田华 咱们俩先合影吧 结果到了12年的时候 于昂老师的重艺65周年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搞活动 田华老师来了 我的全国的影迷都来了 就给我们俩合影 当时我那个朋友就说 大姐 大姐 你跟田华太像了 田华就说 这是我失散的孪宝妹妹 即便田华老师在现在这个时代出现在90后 00后年轻人的面前的时候 大家依然会非常亲切地叫一声 田华妈妈 田华奶奶 想起他塑造的那一个个让人记忆深刻的角色 我们向这些老艺术家致敬 真好 您也欠这个机会带我们去聊了聊这些老艺术家 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要目的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吧 好吗 好 这二扇门 请按响门铃 加油 本节目由登陆香港销售的君乐宝奶粉同家特约播出 刘宝的故事 陶玉玲主演的九九叶阳天 您就是个电影的搜索引擎我发现了 一般学手都是过来这想一想说啥呢 您这基本上在那儿就把所有的信息给我报完了 对 我的话也都说完了 您说让我说啥去 信息都是我说 挺好 您就是一个资料博物馆 毫无疑问 没问题了 来 实现家庭梦想一起期待 开门大街 好 您就电影 呼吸 酒酒那阳燕鸦 天呐 你还没有 十月的哥哥呀 喜听我笑一笑 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呀 哪怕你十年八代呀不会还 只要你不怕我一年忘掉 张开的胸肺红花呀回家转 只要你不怕我一年忘掉 张开的胸肺红花呀回家转 欢迎泳智热烈的掌声 欢迎救命表演艺术家 谢方老师 张沐老师 这是一位超级大影迷 看过很多很多电影 当然也包括这两位老师的作品 对 谢老师 张老师 祝你们芳华永驻 青春永在 谢谢 健康长寿 谢谢 谢谢 了解他们的作品 了解电影 因为由衷的热爱 谢方老师 张沐老师 跟所有热爱你们的观众朋友们 打一声招呼吧 你们都很年轻啊 太惨了 我很羡慕你们 我很羡慕你们 我祝你们在今后的 生活岁月里 取得更大的成功 谢谢 谢谢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开门大集 吉祥如意 我们最大的幸福 就是你们健健康康的 我们合照赢好不好 好 可以吗 来 多好 恭喜你收获了2000元的家庭梦 谢谢 但有观众就质疑了说 你说看过一万多部 就算一万多部呀 有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这个资料馆的那个研究生 他们做过我的口述历史 我当时把电影票全都给他们看了 最多一部电影看过多少遍 哎呀 那就上百遍 地道战上百遍 上百遍 地道战 地雷战 南征北战 打击侵略者 齐席 全都是上百遍 我从六岁看到十岁 每个月都看这五部片子 从小就是个影迷 对 有那个票根吗 有啊 票根全带来了 大家看看 还送出去了一些 还找不到了一些 你看看 吴松华老师给我签名 张大姐特别有心 把所有这个不同时代的电影票 全都保留到现在 你看 这只是冰山一角 这只是一小部分 分门别类的 在哪个电影院看 它都是 这是退休以后看的 看的比较多 电影资料馆 电影博物馆 电影协会 北京电影学院 这四个单位是最多的 哪有这么多时间看电影啊 有啊 退休了 一部电影就两三个小时 退休了以后 这个身体还好 所以我就觉得 我老了以后 少说话 用眼睛和耳朵 多看电影 多听音乐 特别好 我就开始看电影 陶冶青操 估计今天要说啊 真的是一期节目 肯定都说不完 那咱们还是完成我们 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打开您眼前的这扇门 好 因为接下来也是一部 电影当中的音乐作品 来吧 请按下门铃 加油 超能女人用超能感谢 由天然野自由生产的超能企业 为我们选手提供的 家庭梦想制定 没了 我还没听着 我还没听着呢 没了 是什么呢 刚才 我都没注意 就这个 刚那个旋律 我光按去了 按不下去 就刚那个旋律 没听着 真没注意 这是电影 这部电影稍微新一点 不是老片 求助吗 还有求助吗 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尤其只有一次 哎呦 这没注意 我就认为是那个零的想 我就使劲按使劲按就完了 那我们就召唤亲友团 好 来 连先第二现场 你们两个人是他的女儿吗 是 对 我们就这样骗大家 好的 大家都相信了吧 好 接下来您要相信我们的答案 这首歌您可能没看过 也没听过 因为这是一个动画电影的主题曲 您没看过这电影 动画电影 这是这个动画电影的主题曲 它的名字叫做 勇敢的心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做 大圣归来 所以这部电影它 没看过 要是看过了就一定能猜出来 大圣归来里面的勇敢的心 对吧 好 谢谢亲友团 我们一会儿再聊 一万多部电影 还偏出了一个没看过的电影 看来我就是爱看大闹天宫 对现代的动画 我实在不是有时间看 您可以去看一看 好的 谢谢 因为看过这部动画片之后 你又重新燃起了 对中国动画的信心 勇敢的心 我感觉张大姐的心情 还没平复过来 那觉得怎么会有 我没看过的电影 到底对不对 一起期待 开门大姐 没问题 我不是一笔傻子 也不是一声轻叹 我只是一个孩子 在寻找爱的怀抱 这是非要的感觉 正像这种感觉 在宝宝里 人的大地带着头光 奔紧着一个又不孤寂 勇敢的心 谢谢 我们把掌声送给唐染 谢谢唐染给我们带来的 这首勇敢的心 恭喜您 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三千元 好的 得感谢一下亲友团 也让我们认识一下 刚才为我们提供帮助的 亲友团的这两位团员 好不好 好 来 连线第二圈团 这个介绍一下 这个两位是他的忘年娇 你们怎么认识的 你们有一个影迷协会吗 没有 是我们两个 然后之前一起去 中国电资料馆 看电影的时候 看到了张阿姨 后来就变成 就一来二去 就变成了忘年娇 对 那你们觉得张阿姨 这个古灰级的影迷 她应该能够看过 多少部电影 其实她这个 不是一个量化的概念 就是因为张阿姨 比如说地道战的话 她看了一百多遍 所以我觉得这种态度 让我们觉得 她一定是个古灰级的影迷 那就是说这个数量上 你们已经追不上了 但是质量上 你们也是望尘莫及 对 又在质量和数量上 都把你们甩出六条街以外 才能是一个古灰级的 一个真正的影迷 是不是 羡慕 嫉妒 还是恨呢 羡慕 嫉妒 并且爱着 爱着 今天其实张阿姨 是带着十足的把握来的 但是偏偏找了一首 动画片的歌曲 而且还是比较新的 一个动画片的歌曲 所以说实在的 我心里也有点遗憾 这么早就把求助用完了 如果张阿姨要是 真把实力拿出来了 估计今天能打通关 都不在话下 但是接下来 您必须要面临一个抉择 就是在没有求助的情况下 是继续前进 还是健好就受 继续前进 真的 确定 确定 错了 钱就没了 没了就没了 真的 确定 确定 来吧 请按响门铃 没求助 来吧 真的没求助 想明白了 别掉沟里了 三千就没了 好 不要了 大气 真不知道了 真不知道了 这啥歌 没听出来 你们听出来了吗 哎呀 我这个心里凉的呀 没有任何线索 没有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 今天 挑战 没有成功 那究竟这首歌是什么呢 请揭晓 正确答案 很糟糕 不 谢谢你 蟑螂 我笙 呢 呐 了 我 你 我 叫我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我们不想说再见 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 真的是这样 没关系 对 那就很遗憾 之前积累的三千元的家庭梦想 几近就清零了 好 看到刚才您的气势 我觉得您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没遗憾 但最重要的是 希望今天张大姐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现场 是要唤醒大家对于那些经典中国电影的记忆 让所有的朋友们都重视手中的这个票根 因为您买的一张票 就是对中国电影人的一份尊重和支持 我们源源不断地努力 把中国电影再次推向巅峰 好不好 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张磊金大姐 谢谢您来到开门大吉 谢谢大家 谢谢您 开门大吉 开门大吉指定冰箱品牌出口品质 奥马冰箱畅销欧洲的好冰箱 超能女人用超能名 正在收看的是天然烟族生产的超能喜业 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 来 接下来这位选手 他跟电影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我们掌声有请他出场 欢迎 好 毛毛头 毛毛头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毛毛头 特别开心来到开门大吉的现场 小妮哥哥你好帅啊 超能女人用超能 把我的词都说了 特别好 你平时也是这么说话吗 其实我是一个配音演员 从五岁就开始配音了 大家听这个声音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 到现在配了多少部电影 或者电视剧 得上千部级了 上千部级了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 因为我配过好多的影片嘛 所以呢我特别想就是 有一个电影院 然后从早到晚就放我配音的电影 你还挺自恋的 就是把大家就是请过去 然后就看 不看完不许出去那种 观众进去再也不出来了 好恐怖了吧 什么电影院这是 不是就放完了就出来了 放完了就出来了 对对对 你在门口守的 对对对 不放完不许出来 对对对 太可爱了 那来吧 实现她这样一个天马行空的梦想 需要的是大家的努力和鼓励 好不好 来实现家里梦想 一起开门大吉 请按响门铃 有些人不能光看外表 表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但她内省可能不够 这个应该跟张国荣有点关系 张国荣的 然后好像还有王祖贤 《倩女幽魂》 《倩女幽魂》 当中的主题曲叫做 《倩女幽魂》 确定吗 确定 一起期待 开门大姐 《倩女幽魂》 没问题 《倩女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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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张佳荣为我们带来的 这首《倩女优魂》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 《家庭梦》奖基金1000元 其实有时候 一部电影就是一首歌 一首歌也是一部电影 你是配过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 对 动画片也不少 对对对 我们来看看 在哪些影视作品当中 能听到它的声音 来 我都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基金了 但是十里桃花 我想见他 我也想陪他去立即 凭什么那个青秋白凤酒 就可以陪着他 我就不可以 这些事我管定了 康熙也是你的声音 看不了 你你常用你一腿还一腿 就用我的腿 陪他的腿好了 我就不信 我这皇帝儿子的腿 陪不起他一个小大神狗儿子的腿 报道哥 我们走吧 你的包子呢 今天又逃课了 不是说好 我们一起进行的吗 就是 想是想 不过 太后 我的姑母不是也是这样嫁过来的吗 如此一想 便好些了 求求你 别让我冲到花粉丝碑吧 过来 帮我走吧 让我死在野地里吧 我再也不来了 对了 不来了 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点心 纯长寨 看过正环转吧 要不这个茶就先放一放 纯长寨的声音 就是我身边的毛毛头 我正好用茶压一压 请 太厉害了 有没有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千万不要小看我身边的这位毛毛头 他真的是一个 年纪轻轻 但也是配过无数角色的一个演员 继续走吗 走 来 请按响门铃 好 加油 听出来了 扬起你我的离别 想你的365天 李文的 想你的365天 这好像也是一个影视剧当中的歌吧 对 宝莲灯的剧曲 确定吗 确定 一个字都不能差 想你的365天 到底对不对 一起期待 开门大集 我看起来 好的 你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你 我看起来 你 有你微笑和痛哭 心里 有你说过的故事 梦里 你在回家的路 爱 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 爱 我多少难看的更远 爱 两颗心结不断的创写 我的喜悲都让你包围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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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表演 谢谢娇娇 谢谢娇娇 好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我知道猫猫头她其实是受到家人的影响 才走上了配音这条路 从很小开始就做配音演员了 小小配音演员 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我爸爸妈妈都是配音演员 配音导演 他们叫张伟 还有廖晶 像《甄嬛传》 《芈月传》 他们都是配音导演 《甄嬛传》当中 《甄嬛传》里面 那个 他们俩反正是配音导演 但是我妈配的是 我妈配的是刘雪花 爱家 首先是太后 皇帝的生命 乌鸦式的荣耀 然后再是先帝的德贵 你的青梅宠王 我从五岁就开始配音 是因为小的时候他们工作忙 但是我又想在他们身边 所以的话他们就会把我带在棚里 有一次就是刚好喊群杂 群杂就是大家一起喊 就是一堆人进去 然后刚才是个动画片里面 就是一堆小兔子喊 大灰狼来了 大灰狼来了 然后就说 毛毛头 你跟大家一起进去喊吧 于是乎我就 我就跟大家一块喊 大灰狼来了 大灰狼来了 然后后来这就是 算是我第一次进棚 从此以后就走上了配音这条道路 对 那接下来这一扇门 有没有可能出现 你曾经参与过的影视作品呢 我们拭目以待 请按下门铃 加油 加油 还有第三扇门 三千元 这个我知道 好 这个吧 孙人 先说电影 是电影吧 对 电影 那部 《大话西游》 里面的 里面的那个盧冠廷唱的那个 《一生所爱》 确定吗 确定 来 一起期待 开门大姐 《一生所爱》《大话时》 《一生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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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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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吃的 给你 让大家感受了一下 这个平常配音工作是怎么完成的 当然真的不会出现那种说 两个人在演对手戏 让一个人去配的情况 就像他说的 那就是配音导演的一个失误了 配音导演他的工作很重要 就是要把不同的角色分给 分配给不同的演员 同时让他们不要打架 不要出现刚才我们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演绎得怎么样好不好 不瞒你说我从小也是跟着我妈在那个配音间里面 然后我妈也会有一些群众的角色让我去配 因为我特别了解 因为我妈在这个维吾尔语版的《红楼梦》里面 塑造了两个角色 一个是薛宝钗 还有一个呢就是刘姥姥 就是两个差异非常大的角色 同一个人来塑造 但是观众听不出来 这就是配音演员的功力了 其实八六版的《红楼梦》 我爸爸是录音 真的吗 真的 还是有点缘分的 对 而且他还去新疆讲过课 那肯定我妈听了课了 所以才配得那么好 好 来吧 请按下门铃 你有没有想过突破一下自己 以后不要赖自己 再配这个小姑娘小男孩 转换一下自己的角色 就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个淑女 就是那种很大气的那个 对 从现在开始你的声音转变一下 好 来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其实从刚才这 从那边走到这边 通向家庭梦想的道路 特别的不平坦 刚才我差点在中间就滑了一跤 你还是配小男孩吧 来吧 你干嘛 你这么害怕吗 不是 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怎么就这个 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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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我听出来了 这不是不将就吗 什么不将就 就那个就是讲我们这种大龄 不 这不好听 就是讲我们虽然单身 但是我们不能随便找个人就凑合结婚了 这是哪部电影啊 那个电影我还真不知道 就叫不将就 对 就李荣浩的那个 什么倒白头那个 不将就 大龄 你有多大龄呢 我的配音都那么 您今年方龄提许 您不说那我看资料 我这有你全部资料 反正肯定是一般咱们说 这么大岁数的都 我天哪 还没结婚呢 我天哪 那你真的 真是 我这不是指着咱们节目呢 好了 开玩笑的人才二十多岁 逗你玩呢 你还真信 好 告诉我 确定一下歌名叫做 不将就 确定了 一起期待 开 开 门 大 结 没错 不将就 请不吝点赞 开玩笑 我看见 我听好 你走开玩笑 有手 放开我 我的臭小子 我看见 我看见 你不要 你不要 我看见 你不怕 你们你不要 你不怕 有什么 带我看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律师的对象也不太好找 就是特别以这当媒婆见场 特别喜欢说没拉线这件事 是吧 咱们是私聊呢 咱们还是现在就把这片给翻过去了 还是私聊吧 私聊 刚才你们有什么事要找我们来的 就是我想问呀 那个我还记不记续呀 听他们的 继续 继续 走底的 快 继续的 继续也加油 好 好 完了 那我们走 拜拜 好 拜拜 加油 前进啊 请按响门铃 加油 你哇 第五扇门了 一万呢 不用听完了 你还可以继续按 我还真不知道 这回不是为了让他们出来了 这歌没听出来吗 特熟 但是这名我真是不知道 不知道 啥 不知道 真不知道 这岁数应该知道这首歌 好 你可以求助 我觉得这个他们应该能知道 三个人还顶个什么臭皮酱 三个臭皮酱 顶个诸葛亮 请连线第二现场 他说你们是臭皮酱 还是诸葛亮 不不 还都不如的 三个什么顶一个臭皮酱 所以你们说什么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还顶不上一个臭皮酱 你知道吧 那我可 我可不是一个巧事的人 这首歌 这首歌 告不告诉他 你们仨随便 还是告诉他 一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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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 叉烧包 看你们这说到叉烧包 那脸上的表情 饿死你们 好 谢谢亲友团 你看在团长的带领下 这亲友团都变成什么样了 接受这个答案吗 接受 接受 好 到底对不对 一起期待 开门大街 没问题 叉烧包 叉烧包 谁爱吃钢猪笼的叉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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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他们爱吃广东包 有的人他们爱吃上海包 朋友呀 到底爱吃广东包呀 上海包呀 广东包呀 上海包呀 我最爱吃是叉烧包 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余海宁 谢谢余海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叉烧包 也是许小凤的一部代表作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一万元 这能买多少个叉烧包啊 但是你的梦想是去请家人朋友看电影 对吧 对 好 要继续前进吗 一万五 不前进了 你等我说完再决定行不行 对啊 就你这性格怎么找男朋友 使不得 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征求一样 广泛的给你撒撒网 就是看对眼了吧 没关系 这个事情交给我们亲友团团长 也是我们宝梅拉切儿队长 叮当 他一定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叮当老师 我就赖上您了 好嘞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集 收获了一万元的家庭 超能的也有我们超能的 感谢有天然一族又生产的超能喜业 为我们所有朋友的家庭和传递 谢谢 电视机前的各位 此刻你可以拿起手机 进入微信 摇一摇 参与我们的场外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 天然一族又生产的超能喜业 为你送上一份精美的礼品 赶紧来互动吧 开门大集指定冰箱品牌出口品质 奥马冰箱畅销欧洲的好冰箱 本节目由登陆香港销售的 君乐宝奶粉独家 特约播出 谢谢君乐宝 马上上场的这位选手 他跟电影有怎样的故事 我们请他自己 来跟我们说一说 掌声 欢迎他出场 陈帅仙 陈帅仙 对对对 大家好 我叫陈帅仙 来自河南省宇州市 刚从信仰学院毕业 是名大四的学生 我的家庭梦想是 能够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 进修班上学 想圆自己的导演梦 对对对对 那你得加油了好不好 好嘞 现场的观众给他点鼓励 好不好 好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第一扇门 请按响门铃 加油 是吧 很简单吧 这个歌 应该很多人都听过 像我们这个年轻人 应该都听过 是周杰伦的彩虹 确定 确定 就这个地儿 你的离开 对 就这个地儿 就周杰伦的彩虹 确定了 确定 确定 那我们就试试看 一起期待 开门大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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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王元 谢谢王元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彩虹 这也是电影 《命运呼叫转移》当中的一首歌 恭喜你收获一千元的家庭梦 奖提 bullet embod dét 给你客气客气 开了一扇门 接下来我得好好地质问你一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电影 来的都是超级大影迷 有一位大姐看了一万多部电影 有一个姑娘 配了很多电影当中的角色 你跟电影什么关系 其实我作为一个超级影迷 看了电影没有这个大姐多 说实话 真的一万多部 怎么证明自己是个超级影迷 我平时读很多的剧本 把电影看完之后 我就把这个剧本也给打印下来 做那仔细地研究 研究剧本 首先从研究剧本着手 对 研究剧本着手 研究了多少剧本 大概有几百个 用A4值打印下来的话 得有100多公斤 今天好像 我把我研究的东西 看了书籍 还有我的剧本 包括我自己写的也很多 写了大概有几十个 就是看着看着 你自己已经写剧本了 是吧 对 当然了 研究研究都想把这些成果 都给展现出来 展现一下 好 展现一下 这都是很老的书 很老的书 这个已经是有的时候 七毛七 你可见这书 对对 定价已经绝版了 这个都是我当时 自己研究的剧本 每个我都 看到经典的台词上 都做了块批柱 画在上面 然后呢 这个杀手不太冷 都是经典的电影 对对对 那你自己写了 多少部电影剧本了 我写了有几十个 然后我今天 我自己带来了 有十几部 你写了这么多剧本 当中有多少个 被拍成电影了 当中 有没有 有有有 真的有 有有 那可以呀 他特别有那种 质朴的电影梦想 就是没有系统地 去学过这门学问 但是他有这个 特别火热地 滚烫的电影的心 爱电影的心 所以他想尽办法 从微电影开始 从写剧本开始 然后慢慢地去触及到 这个行业当中的 方方面面 我觉得有梦想 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就是像 你刚才说到的 你的梦想一样 咱们去电影学院 好好地进修一把 系统地学习一下 一部电影应该 怎么去制作 让你的梦想和现实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来吧 任重道远 继续前进 请按响门铃 好嘞 加油 谢谢大家 这歌不难啊 这歌太经典了 这歌 对 这歌 太经典了 这歌 没那么容易 对不对 没那么简单 我怎么觉得 今天你没那么容易啊 不不不不 对对对 唱两句 预备 起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谁 没那么容易 难道是我记错了 歌名叫什么 没那么简单 确定 确定 那我就开了 到底对不对 一起期待 开门大集 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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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去爱 别的全部看 变得实际 也许好 也许坏 可以吧 不安 不孤单 依旧也习惯 不用担心 谁也不被谁挂 感觉快乐 就忙不忙心 感觉累了 就放空自己 别人说的话 随便听一听 自己做决定 不想拥有太多情绪 一杯红酒配电影 在周末晚上 关上了手机 束缚我在手把里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如平静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才会特别让人着迷 什么都不懂的年纪 曾经最讨喜 所以最开心 尝据 想念最伤心 但却最东西 的记忆 特别让人残难 类众 hello 大师 加油 从小就喜欢电影吗 是 从小就喜欢电影 因为在小时候 我是农村出来了 那时候农村就没什么可玩的东西 一到放暑假天特别热 又不让下喝洗澡 然后就没啥可玩的 怎么办 就一群小伙伴们 在我家弄个VCD 就买点光盘 去市区买点光盘回来 就坐那看 后来因为那时候农村比较穷 这家长给的零花钱是有限的 并且家长也不支持买碟子看 怎么办呢 就几个人就兑钱 兑钱 你这个碟子值多少钱 你兑点 我兑点 凑一点 凑几毛钱 后来不行了 就是谁拿碟子 我兑机器你兑碟子 咱们能看 不对的不要来了 有时候就是 我跟着我父亲 跟着我家长去别的家 一冲进人家都赶紧找碟 我没看过了 拿回家去看 你们这是团购看电影 那种仇 对 不简单 但是一切源于对电影的一份爱 对 那个时候就想着 后来慢慢长大了 看着这么多电影 就想着能不能将来有一天 我能拍一部电影 自己拍一部 然后就是让别人看 哇 也这么好看 这么经典 走进电影事业 其实最直接的捷径就是上电影学院 对 对 对 上电影学院 你为什么当时没有选择去学电影 当时这说来话长 当时因为我的文化课还不错 文化课程度还不错 我们那儿就是相当于这个学电影的 相当于走艺术生的感觉 要去上培训班 这个培训班的学费来特别的高 因为现在还不亚于 咱们现在这个北京电影学院 导演朋友们 也是一年好几万 一年一万多 但我家庭那时候 也比较接据嘛那时候 刚好父亲做生意 拍了点钱 就不支持 就说你文化课程度这么好 我们老师也比较反对 说你不如你走个 走个这个 走个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科 这个专业 你不要再走这个艺术生了 很可惜 你后来学的什么专业 学心理学 说学心理学 你相信我 其实不论你做什么 都是在为你未来的梦想 做铺垫 对 就比如说你学心理学 电影当中没有心理学吗 当然有 有 你在写这些剧本的时候 在研究每一个角色的心理 人物的关系的时候 都是需要用到 你大学所学的这些专业 那是啊 那么心理学的 把人的人格 分成那么多种类 其实每一个种类 在剧本上 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呈现 对 电影就是人的艺术 在研究电影之前 你先把人研究透了 对对对 谢谢小妮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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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期待你 梦想成真的那一天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好 继续前进 请按响门铃 第三扇门三千元 加油 蛮好沉重的 别听了别听了 太容易了 这个是周星石 近期年配 哪部电影 《美人鱼》 当中的歌曲叫做 《吴迪》 谁唱的 谁 这个不知道 电影里 电影里好像是那个谁吧 超哥是吧 邓超 邓超 对对邓超 歌名叫做 《吴迪》 确定 确定确定 一起期待 开门大集 开门大集 无敌是多么 多么寂寞 无敌是多么 多么口虚 独自在顶峰中 冷风不断地吹过我的寂寞 无敌的寂寞 我好寂寞 真是挺帅的 欢迎张世玉 谢谢 欢迎张世玉 这个也是周星驰的一位模仿秀的演员 喜欢周星驰的电影吗 周星驰特别喜欢 每一部电影我都看好 那请张世玉过来交流一下好不好 这都好事 大哥 你麻烦你让一下 谢谢 没事 你可以跳过去 我刚才某一看他 感觉真的像周星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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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个应该都是周星驰的遗憾人 幸迷 对 没错 其实我就是 幸迷 好香 其实每一个喜欢喜剧热爱生活的人 应该都喜欢周星驰 对 传承信念的方式就是 把快乐传给全世界 借他老人家的班 老人家你可以下班了 不好意思 先别着急下班 陈率先最喜欢周星驰的哪部电影 喜剧之王 喜剧 为什么 感觉有时候看到喜剧之王 那里边的影天愁 就想仿佛看到了自己 也是有一个导演演员的梦想 但是实现起来好像很难 但是一直没有放弃 千万不要放弃 千万不要放弃 对 不会放弃的 并且他没有放弃 最后得到了很不错的结果 送你四个字吧 努力奋斗 OK 也是喜剧之王里的一个经典的台词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OK 掌声给他 谢谢 OK 谢谢 说到这个喜剧之王 他应该是包括周星驰在内的 很多有电影梦想的人 他们的一段人生缩影吧 对 但电影当中其实呈现的只是 拍电影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那些艰难曲折当中的 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你做好了那个准备 你知道自己 如果真的走上电影这条路 要面对怎样的困难吗 这个电影说实话 困难有多样 有多困难重重 我是深有体会的 因为之前在大一开始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呢 我就抱著 之前不是说的抱著心理学吗 也感觉这个东西呢 跟电影扯得比较远 于是呢 我就利用可余时间呢 尽量啊 有多少时间了 都去剧组搞兼职 跟着剧组去帮忙 搞拍摄 感觉怎么样 那感觉 那简直还不如去工地搬砖呢 那感觉 太累了 对 好歹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 五点多度起床 有时候甚至敢拍 敢戏的话 四点多起来 因为那时候我做了一个职务 叫做现场制片 他是全剧组起得最早 睡得最晚的一个人 每天晚上 十一点多 十二点多 有时候拍夜戏 甚至一夜就不睡觉 那时候真的 我并且去剧组干的时候 是没有要一分钱的 我说我就想看看这个剧组 到底是怎么样 跟着有时候会跟着摄影师 去学摄影 跟着这个 去导演组打板 怎么学这个 寄厂寄 寄静号 然后跟着这个 那个收音师 怎么去收这个金金 然后后来呢 有时候非常尽心 特别第一次进剧组的时候 特别尽心尽力 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我说我啥都不图了 我就图学的东西 结果干到最后呢 还是被骂来骂去的 因为你不懂 很多东西 他就感觉很着急 真的很累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打消你 走入电影圈这个梦想 那我感觉还能承受得住 还是能承受 只要你有这个理想就能 对对对 我记得有一次 我第一次在拍电影的时候 我自己当导演 拍那个电影的时候 是16年的暑假 由于那个 凑的很 很少一笔钱嘛 资金不够 用的人也比较少 自己在拍 自己当导演 突然发现男演员也不够 怎么办 自己还在顶演员 后来发现 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去一个山里边 那里没有信号 什么都没有 山里边的拍嘛 住的要住帐篷 干什么的 怎么办呢 没有人会做饭 还得当火夫 这边正导演戏 演着 正盯着那个显示戏 正导演 突然这边都有 那个巨屋的快乐 导演 导演 咱们的芹菜不够了 怎么办 去买菜 买吧 买完一会儿 导演赶紧烧锅了 赶紧吧 我说这场没拍完呢 我说有时候这边正演的 自己还在演嘛 你确定你是去当导演了 这个导演当得好委屈 这边 但是即便这样拍出来的作品 据说还不错 我们有一段片段 我们来看一下 是可不可以好 这是你拍的 你做导演的 对 这几个都是 16年拍的三生之动 这是你 对 你自己还当男主持人 对 那时候连化妆都没有 头发乱风风的就上了 还不错 能看吗 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好 把事给讲完了 对 挺好 那你就继续加油 加油 我们期待你更好努力 奋斗 现在已经收获了三千元了 继续前进的话就是五千元 但是我还是要恭喜你 家庭梦想 接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三千元 帮帮的 好好想一想 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前进吗 前进 来 请按响门链 好 加油 超能女人用超能 您总在收看的时候 天然叶旧生产的超能企业 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集 安静 站得都不及了 因为有一个特写的 有一个特写的 有一个特写的 叫做 叫三 前任三 前任三里面的那首歌 叫做 叫体面 确定 对 体面 对 体面 到底是不是体面呢 我感觉是 我想听听大家的声音 是不是体面吗 是体面吗 一起期待 开门大集 体面 分手 分手应该体面 谁都不要说抱歉 何来亏欠 我看可以就很心碎 镜头前面 是从前的我们 在何才流着泪生死理解 离开也很体面 才没辜负这些年 爱的热烈 认真复述的画面 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 我爱过你 俐落 单纯 再见 不复一切 谢谢陈一博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体面 谢谢 真好听 这是第一次听男生版的体面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五千元 切了 好棒的 其实电影这条路不好走 你是最清楚不过的 在这条路上面 有很多人都放弃了 对 你确定你以后不会像他们一样半途而废吗 不会 因为我觉得这个梦想 我琢磨了很长时间 因为现在把它放弃都感觉到 现在过下 如果说这辈子没有电影这个东西 或者以后不让我拍电影了 我感觉那活着还干啥呢 还去哪儿呢 然后还要上进干什么 还要奋斗干什么 对不对 没意思 你真的爱电影 家人对你支持吗 家人 还可以 支持 今天来了吗 来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亲友团 来看一下 我们是超能亲友团 亲友团来历的同学 他爱电影 爱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当时他为了拍这个电影 学费都用了 他为了拍一个电影 对对 把你把它应该交学费的 对 那个钱 都拍了电影 那也不够 你们学校 贵族学校 上了学一百 好几百万 没有 没那么高 多少钱 就是一万多 微电影 花不了多少钱 微电影 对 说清楚吗 微电影和电影差好远好不好 那他把这一万块钱 多花了以后 他怎么上学 这就是创业 还创业 对 上大 没钱咋创业 卖到烩菜 就是 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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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烩面的烩 烩菜 那跟烩面 就啥区别了 哪区别大受的多 都是弄一块 都是 啪 焦火 这啥难度了这是 你的创业 当时就是靠这个来赚钱 对对对 因为 你这个孙子可厉害 他 他是从小就 就好看来 就喜欢这个点影 喜欢点影 他爸爸是这耽误学习 看点影就耽误学习 特别是在一三年的时候 一三年咋来 一三年他爸爸做生意 一三年他爸爸做生意亏了 失败了 失败了 等于说河南话就配了 配了 当上不成了 上学都上不成 不是 这小时候真的 真的上学了 这个小汉可从命啊 可从命 正上学了 你不叫他上 反正是他不上 那咱当然是没法了 他要上 如果是说他不上 咱是没办法 他想上 你不让他上 这就不中 那不上 砸铁买锅的 砸锅卖铁 砸锅卖铁 只要你能上 砸锅卖铁也供你 我哪是人家 我还能干 我跟建筑队上 建筑队 爷爷那时候在建筑队干活 那时候六十八 我后来跟他 我说你能不供应 我供应 我说 他跟他儿子说 你慢点说 他跟他爸爸说 儿子你不供他 我供他 爷爷供 只要孙子事业有成 我怎么都行 咱们给爷爷鼓掌吧 我刚才打岔半天 不光要给爷爷鼓掌 还得让承帅先 你难道没有什么感谢的话 跟爷爷说吗 谢谢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梦想 不辜负你对我的一番付出和努力 我一定要拍出 这世界上最好看的电影 帮给你看 谢谢你爷爷 爷爷说 不客气 儿子 你还是半排电影了 你再排下去 爷爷还得上那个薄光队上 给人家赶快 对 先自力更生 拍好电影 赚了钱 好好地孝敬爷爷 对吧 对 谢谢 掌声送给亲友团 简单的交流 都让我们特别地感动 爷爷为了你不计一切 是吧 全心全意地去投入 所以你要好好地回报他 这个你最懂 来 接下来这扇门 要不要继续前进 好好好 不能怂不能 放心吧 我要面子 来 继续 请按响 门铃 大药品牌门 一万元的家 我天哪 难 我跟你说不简单 不对 我是不是还有心有团 对 但你确定你爷爷能猜出来吗 我按了 随便 哎 这 哎 这 没了 哎 是不是感觉钱也没了 这 这啥哥 挺难的 我天哪 这还有这哥我 我问你亲友团吧 好吧 来 连接你第二个现场 你今天带来一个人 你的表妹 阿 表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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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 会 你还没看过 一碗他不会一碗便另担 我肯定得会 你得会啊 你听过啊 肯定得会 你要是会 你打出来以后 你表格给你吃回菜 好 回去做一碗 这个电影你还看过 《大鱼海棠》里边的一个歌 《大鱼海棠》看过 没听过啊 那别说话 在这个世界相遇 谁唱了 陈奕迅 你看看 目前贬一碗 对 你肯定听过 来来来 几个掌小妮快快快 咋就几掌了呢 我还没 答案在我这儿 我还没公布正确答案呢 对 你们就以为对了 哪一变零蛋呢 咱们想起来没有 一碗贬零蛋 好 谢谢亲友团 《大鱼海棠》 接受表妹的答案吗 那只能接受 我也没答案 我不知道 《大鱼海棠》 我期待 开门 大鲸 其 一万 没问题 每条大鱼都会相遇 每个人都会憧憬 生命旅程 希望 往复不醒 每一个梦 都会 有你 在我这爹 我为我理好了 《大鱼海棠》 打她 - 除了 能够支付自己的 或者说能够让自己 能支付自己的日常开销吗 可以 可以 完全没问题的 能赚不少 对 还是有很好的前景的 是的 对自己要有信心 我们期待你的作品 好的 能够在大萤幕上出现 好吗 谢谢小姨 接下来第六扇门 一万五 走不走 我不走 刚说完 你这前途一片大好 你就不走了 不走 不行 这 行 怕了 不是怕 这个 定五扇门 是有点难 好 你的决定是 见好就收 对吧 见好就收 好 恭喜陈率先 今天在开门大吉 收获了一万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超能女人用超能 感谢由天然野子 又生产的超能喜业 为我们选手 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未来你在看到 这个名字中 希望大家记住的 不光是开门大吉 的一位选手 也希望大家能够 以一个导演的身份 对他有个新的认识 好 谢谢帅 谢谢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梦想有能 开门大吉 我是小妮 还是登登 我们下期再见 上前冲吧 好 勇敢的向前方 成就梦想的翅膀 你在人天有多高 任凭我们自由往下 胜利就在前方 有梦你就有希望 开门大吉 送吉祥 今天来了三位不同选场 路过学霸 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相声说得好 不代表你是几个霸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 考古专业毕业的 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师 在三层里开了一个工厂 第一天可能可能上不了根干着 你妈知道你吃了这些 业余哈德大学 第一名 有着500位老人的养老院院长 传奇立断经历